泰国首都曼谷的洪水水位继续上涨 政府警告 周末的洪水侵袭将会更加严重 苏万居民在27日逃离家园 造成交通大堵塞 泰国政府表示 洪水可能在周末淹没曼谷大部分地区 受潮汐影响 纵观曼谷的梅南河水位上涨 同时北面积聚的大量洪水也开始涌入曼谷 室内多条河流已经漫过河岸 抗洪救灾行动中期预计 今后两天曼谷室内河流水位将持续上涨 人们用沙袋堵住家门口和商店门口 一些商店甚至用雪泥把店面封住 总理银拉表示 大水可能会冲垮堤防 淹没曼谷 要求居民立即疏散 数十万的疏散人潮 使曼谷通往泰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道路 出现的交通主色 火车站机场和长途车站都出现长龙 泰国洪水灾区从周四开始放假五天 让居民抗洪或离开斋区 据报道 大水造成的交通中断 使得民生必需品供不应求 一些商店开始限量供应米鸡蛋等食品 许多商店库存的瓶装水已经缺货 泰国洪水已经造成370多人死亡 十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250万人受灾 这是泰国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水 外媒认为 这次洪水是对总理银拉执政的一次早期考验 新唐人记者林渔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